好接著要來示範差異備份 一樣來新增一個工作 那這次要示範的是差異備份 那這裡就是 備份類型要選差異備份 那檔案一樣我們是從 西朝的MyTools 好備份到西朝的備份這裡 那排成的話我們不變 那動態設定的話我們設定為 保持完整兩份 那差異三份那每做三次的差異之後他就會做一次完整的備份 好那封存一樣像完整備份一樣不改變 那過濾條件事件這些都不改變 好那我們確定 所以就會我們建立一個叫做差異備份的任務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做一下 差異備份執行看看 手動執行 好那第一次他會做一次完整備份 因為我們的工具選項里面 好那邊 好那邊我們有首次備份永遠執行完整備份 所以他第一次會做完整備份 好那我們繼續 好那你會發現這邊沒有新增差異 你備份的檔案原因是因為他跟這個沒有差異 所以他就沒有顯示出來 那我們隨便來買Post的地方新增一個檔案看看 好那我們來進行備份 好你這裏就會發現他會增加另外一個他叫做 差異備份那我們稍微點進來看一下 可以發現他裡面只有一個檔案叫1.dst 就是我們剛剛新增的 那所以他是 會去跟他完整備份做比較然後發現他有 新增或異動的檔案他就會去做備份 那我們再新增一個 那一樣我們做備份 那可以你可以發現第3個出來 那第3個的時候他一樣是 跟第1個做比較 所以他裡面點進去的時候 會發現他是增加兩個檔案 那第1個 增加的時候就增加一個檔案 好那我們繼續來做一下 如果我都不改 好那第3個的時候他也是 利用 目前的資料夾裡面的資料去跟第1個做比較 所以他裡面應該也是只有兩個檔案 果然沒錯 好那我們繼續做一下 好那我們剛才因為設定說 每三次差異的時候去做一次 完整的備份所以他 這一次的時候他會做完整的備份 那第1次的完整的備份可以看到是這些檔案而已 那第2次的時候呢 他就會包含你新增加進去的檔案 所以如果說你這邊沒有資料在新增的時候 我們給他加了一個 第3個 所以當我們再按一次備份 所以當我們再按一次備份的時候 他應該會去做一個差異備份 而且他是會利用 你現在買boss裡面的資料 去跟上一次 也就是這裡的去比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再開一個視窗 好 好 那這是目前的 資料的狀態 那我們備份的是怎樣 最後一次備份 他是找這樣子 所以他只差在這個3 所以當你在做備份的時候 他是跟 最近的一個完整備份去做比較 所以他會去備份 出3.tsp這個 檔案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好果然他是只有備份到3.tsp這個檔案 所以呢就是說如果我們備份要還原的時候我們就是會 選擇我們想要還原的日期 比如說是這個日期 那我們會順便把他上一次的完整備份 這兩個 資料一起解壓縮 我們來試一下比如說 解壓縮 那這個 也解壓縮 好這樣的話就會是一份完整的 這個資料 所以他是利用 這樣的方式那他總共會 會做幾份呢那我們繼續來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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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做一次的時候他應該會變成一個完整的非分那我們看一下 好所以你看他會變成這樣子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再做一次呢 好我們現在先隨便再加一個檔案了 好那我們再加一個檔案 這時候有一些檔案就被刪掉了 我們看一下 仔細看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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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沒有被刪掉 OK 這時候我們沒有被刪掉 這時候我們沒有被刪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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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那就会被上一次之前旧的就会被删掉 这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那这就是差异备份